喂 你好 喂 你好 我 完美 我已经送到你这个门口了 麻烦下去 好不好 比以前好多居民都出不来 如果我们都不出来的话 那居民的生活没有得到保障 没有人配送 我愿意来付出 来为这些居民做这些事情 632 711 178 好好好 谢谢 我叫李仙杰 今年37岁 从疫情发生以来 我们公司就召集起手 我们就参加了物资的配送 已经接了 接了我的 在横端上看嘛 它有些超市 它不是有线上订购 线下配送 我们就哪里需要 哪里堆积了 我们就往哪里去配送 保证物资在不羁押的情况下 送到客户的手上 重的或轻的分开来装 哪个货先送 哪个货后送 它都需要有技巧的 先送的放在你方便拿的地方 那么你又几个时间 像这种东西的话 你每样东西都给它双坚实一点 要不然你走着调 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能力 由于东西多了 我们就根本的拿不完 拿多了以后还耽误我 我们在有时间更快的情况下 给送到客户 我们打电话给他 保证业 不是一家人的 是一家人的 只有我 其他人不是 对我来说 单车送了很多 我没有多少钱 说实话 因为我送的单 可能与别人不同吧 我选择的是服务 像药啊 这些比较急 所以说我们要尽快送五道 绿原则就是急需的 我继续送 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它显示配偿费的 在这种疫情发生的来 送的时候 我就都看了不是它单价 就在上面写一分钱都没有 我都会给它送 我刚才看到一张跳出一张单 看它备注 它需要药 一般人买药嘛 这块它是急需的 很急需的药 所以说我们人机也没把它接去 情报价的任务正在通话中 对对对 手机是花干的 我都不把头发给你急用 急用 我说我们把人给你干过来 毕竟在这种急需间 买药的人 他都是很急需的 我一般都不关手机的 因为听到手机在响 其实我也很着急 因为假如其中有一个特别急需的东西 假如是药 引起人家的治疗 对不对 你看急需用品 你看有些本来就是那点东西 好多药店它是24小时营业的 我又怕其他的人他没有骑手去接 家里面我看到急需的单位的话 不管我怎样 就像上了床以后就像休息 我看到的情况下 我都会出来接的 把它配送我完成 要不然的话我心里一点货 好 我先给你送过来 假如我们取货 它相当离开个取货点 还有一段距离 再说这一段时间它货又重 主动的话它被流汗 流汗都洗得微滑 洗得微滑的话就容易摔胶 所以说它因为它比较透气一点 就不容易发生那个意外 519个东西已经做完了 现在还有其他东西 一般是我早上看小区里面 有需要的情况下 我就在小区里面帮忙 做完以后没有事做完以后 我就出来跑单 把单跑完没有单的情况下 我就会回到小区 看有没有需要我参与工作 指手的这块单 昨天都没做 嗯 昨天没做 交 这边活已经锁完了 我昨天都在一起都是正常的 我去看一下上面的资源的港庭 有没有需要人 需要人我去直下港庭 因为这个期间嘛 每个港位都需要人 所以说我还是能做一点就做一点 反正我们家属社区 我就设计危险有群的 这一块 哎 我有群 我了解他有需要的 我能做的 他们我能做的 现在生活的时候 那整条街上就有一个人 那时候心里面觉得真的挺难过的 心里其实也不是滋味 本来是疫情疯了 想在家里面休息 不多回复下来 没想到真的到来 也不是说 还是奋不顾身的往外婆 我是想想我那个家 我那个小家 其实相比起来我也想大家 有了大家才有小家 大家安稳了 我们小家才有安稳 从外省来 一年年到贵阳来 它一直是在贵阳 这是我们生活这么久的家 我们都很爱这个城市 我们贵州嘛 你要说 这儿跟偏颇生嘛 对啊 对我们 再加上我们贵阳人 团结 对吧 对疫情跟不了算不了是吧 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的 电视频 电视频 ged镜 我们的电视频 回来